大家好,我是芷怡 我是雅雯 沒錯,全民運動一起來強制動力大作戰 台中市也不夠人厚 我們今天就來到一間厲害的早午餐店 是的,我們身後就是台中剛開幕的藍攀子早午餐 今天老闆不只準備了66顆台灣精血金鑽鳳梨 要送給現場用餐的朋友們 而且還請來辣妹跳舞助身 真的是台中市民的福利 66大使你要讓大家好運旺旺來,一起旺旺旺,GO! 由於台灣鳳梨外銷大陸的問題 全民發起搶救鳳梨大作戰 台中市南區中明南路上 剛開幕的藍攀子早午餐店 為了幫助台灣農民支持台灣農業 3月10號禮拜三中午11點開始 特別舉辦一場公益慈善活動 免費贈送鳳梨 開幕當天每一位前來消費的民眾 都可以拿到一顆台灣道地的水果 然後像我們店裡藍攀子早午餐 也是選取當地最新鮮 台灣當地最新鮮的蔬果,鳳梨 然後也代表開店開幕 好運萬萬來的意思 藍攀子早午餐店 在今天的開幕活動當中 還特別邀請了三名青春洋溢 美麗動人的showgirl舞團 在現場發送鳳梨給前來消費的民眾 端出現切的鳳梨 讓大家免費品嘗 也在現場演出一連串的勁歌熱舞 推廣代言台灣本土農產品炒熱現場的氣氛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用心的店家 就是開幕除了有這麼精彩的表演之外 還可以打卡送鳳梨 台中南區藍攀子早午餐店店 店長陳依依表示 今天開幕除了有免費鳳梨之外 還推出鳳梨水果茶買衣送衣活動 藍攀子早午餐店強調 他們店內的食材 完全採購台灣本土蔬菜跟水果 希望幫助農民帶給大家一個健康 且營養均衡的飲食生活 記者蕭又金 羅亞文 李子儀 台中報導 藍攀子 鳳梨 藏救台灣農業 耶 可以耶 所以我給大家看 所有人的確認 評判 就臭一點 廢頭 給每一個天 春天 可是 你 你好 我們 走 走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